分享的時候 報告 那我那個時候培麗其實我腦裡想是美容的農村社大 基美社大 那他們扮演那個培麗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女都需要什麼 他們就去開出那個課 所以我講我一個人是NGO去教 而這個人是當地的一個長者 那他可能在對一些議題他有他的想法 那社大做一個平台讓他可以來跟美容分享 那所以我那個培麗那個老子想的是 齊美社大這種模式 不過的確我抽離了那個時空 那個培麗就變得很刺激 非常謝謝你那個講的 我覺得應該把它調整 我們的確 所以我前面那個培伴講的是我們 那個NGO我想的是我們 後面那個培麗我想的是齊美社大 不過那個兩個抽離就變得好像 就在教他們幹嘛 所以非常謝謝你這個講的 那第二個那個李老師剛講的東西 我跟李老師報告 就是說我在中國的時候 其實跟他們當地的NGO 後來有做了一些合作 譬如說我們有 當時我在北京我們有組讀書會 不只當台灣 互相談論我們國家的那個運動經驗 因為我們其實 中國NGO他們後來有組了一個 就是那個整個培訓 對年輕的NGO幹部的培訓 我有參與他們的培訓設計 其實他們的培訓非常精彩 而且中國的有些NGO已經意識到 就是說中國的現在的NGO 都在學第一世界國家的NGO 而中國到底是第一世界國家 還是第三世界國家 其實搞不清楚 人家學的都是美國那一套 你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那些 另類發展的經驗反而 這個設計很少 所以我們當時 我跟中國的朋友 共同設計那些年輕參與者的朋友的 那個培訓工作其實 是在做一些設計 而且我也要給台灣 我有把這些東西也派回來 跟台灣的一些工作者 其實做一些學習跟分享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項還蠻重要的 第一個是 就是現在其實兩岸有很多的組織 有不想像做教育跟學習 包括像 像 有個組織叫PCD 在香港叫做社區夥伴 那它替中國的農村做很多的培訓 可能從去年開始就變成是 他們每年會有一批人來台灣 來兩個月像這樣的學習 所以我覺得就像老師講 包括什麼橫的變或是重的變 其實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自己特別急 為什麼要弄這個歷史長河 是因為 現在越來越多的那種 我剛講的審議是民主 或是像前一陣子 環保署在辦政策環評之前 居然開始辦公民會議 可是那個時候 他們在從一個政策環評 其實那個時間是拉得很長的 可是現階段的話 你看得到現在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 所以我剛講的這個政策的博弈裡面 我看到到 我們環保署這邊真的已經 比起這個公共人來講 其實是失憶 就是很多東西 那個經驗是沒有累積傳承的 所以我的確交往也想 我先跟一些團體在討論 我們要試著一個議題 一個議題來辦的那個 就是這個這個 那個政策的議題的長河 就是那個環境慢慢再接起來 所以有時候要做一些努力 但是我覺得這可能要跟不同樣的 用不同樣的方式交錯去處理 否則的話 我覺得還是流於太偏僱 就是譬如說我能夠掌握的資訊 是這樣子的 所以的確那個方法不容易 但是是一個很極的事情 所以你是議題為中心 來把不同年代的不同世代的 我譬如講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操作方式是說 好我們現在譬如說 今天在場的人 我們可能分成三組 我們就來討論這個 人生院政策到了20年來 發生的重大事情 你認為覺得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那大家會做討論之後 其實就把那歷史長的大概稍微 拼貼出來 可是不完全 但是在互相去討論 就是說 你為什麼覺得這是重要的 那怎麼怎麼樣 試著把這東西去 去取得要鋪成起來 而且是不同世代在這裏面 其實是互相去 去分享 或是挑戰 你為什麼認為覺得是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的操作方式是這個樣子 不過這只是我們這個組 就是我現在碰到的組能做到這樣 我當然還期待有不同的這種 做事的方式可以把它再穿接起來 另外一個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 包括在不同位置 譬如說 我剛好就是也碰一點點政府 也碰一點分區 也碰一點這個 這個 這個 比如說企業界 可是我覺得各個領域的人 就是同一件事情 他們那個領域的人 他的史觀是怎麼樣 我覺得都應該被訴說 再互相去比對 我有點想過這樣的事情 不過是沒有辦法系統化 現在比如說 就跟台北的一些社會大學 開個課 找一些不同領域的功能 那樣的事情 我是覺得還蠻急的 也很值得做 可是的確還沒有一套系統 只是有一些想法 只是那個先這樣子 等一下 我先給他們 跟他這位 那第三位同學 提到的就是說 我如果決定這個議題 我不要參與 那那個 或是說這個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總有一些判斷 他是強勢還是弱勢 的一些基本方式 對強勢的人 當然不太客氣了 但是對弱勢的朋友 是這麼持不斷意見 我覺得我剛剛那個 談的就很重要 就是說 他一定是很多資訊 沒有充分的接受 包括他對他現在做的事情 他是不是知道 其他的選擇是什麼 另外就是說 還有很重要 就是說台灣現在的那個 我覺得那個政府 不管是政府 各種資源的那個 分配太不均勻 不過舉例來講 就是說 我說比如一個農民 跟我們現在在座的理論 我們從一度 念書很順利 到現在過來 我們享受著 整個國家給予的 交易資源 一定遠高於農民 那 那如何去讓他也可以 得到跟我們類似的資源 我本來之前 跟一些病毒的朋友討論 就是說 所以那個農村設大 政府必須全額補貼 那讓他能夠 至少能夠拉近 這種享有的這個社會資源 那我覺得在農村設大 這個平台裡面 很多事情在裡面 可以躺 包括我們剛剛躺的 就是說 他跟你有不同看法 他就想放肥料 那這怎麼辦 除了技術以外 我覺得還有就是說 那就是說這個 我們現在講很多政府 對企業的補貼 對什麼哪個產業的補貼 我覺得這種補貼機制 就是必須大家進來討 我這個講的有點亂 我其實對達人特別有意見 達人這個地方憑什麼 這是放了核費料 才有享有 像一個比較像樣的公民的 一個基本的生活條件 為什麼 為什麼他現在不行 我覺得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太丟臉了 可是現在我的政府 我是發拉的跟湯烈爾主任講 他的宣傳單是這樣子講的 你放了核費料之後 你們就能怎麼樣 你們就能怎麼樣 我看那個怎麼樣怎麼樣 都像是一個 基本公民該享有的公民權 他資源少本來之後 我就要用股貼或其他方式去幫他弄好 那像這種資訊 還有像這一種的 我是說可能把很多新的一些想像放進來 可不是簡單 這個是農藥好不好 這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這樣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創造的問題還是動作 這樣子 對 那我再講 謝謝 這個很重要 我剛剛裡面 就是說 因為我在政府部門也服務過 我說實話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似是在參與一個環境運動 實際上我們也在培養我們自己的實力 怎麼說呢 你到地方去 他憑什麼要聽你 他會聽一個立法委員 對不對 立法委員可以幫他爭取預算 可以幫他幹嘛幹嘛 可是假設 立法委員人做的事情 我們大概也不會差太多的話 他可能就相對會 也想聽聽我們在講什麼 而當我們講的一道 甚至我們更從他的角度小的話 他才有可能站在你這一邊 所以我必須講 我們在過程裡面培養了很多 我們自己可以幫助他的實力 我想幫助這個字眼 雖然是比較粗暴 可是有時候是這樣子 可是他認為他那個地方 要一個提防破裂 他的資本會受到影響 你就反正我們想 想就是說 他這個提防如果在修補 會不會對這個海岸線造成破壞 我如果看錯的話 我覺得OK 我也可以去幫他爭取 相關的誤會 或是相關的誰 或是說我再去找哪一位立法委員 就是不管怎樣 我也要有能力去找到 那個網絡跟資源 去協助他整理到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不是浪漫的 雙手空空的去幫他 我們也要我們自己自我培養一些 可能也有辦法解決能力的實力 或網絡 這部分就是點到為止了 不過我們也必須要有這樣的準備 否則的話 你不能都靠交朋友的方式 讓他來聽你的 這個是很現實的 但是要有實力 那這個實力是靠合作的 有的實力就是 我們不是在學政治的外面套實力 有時候你好好的 好好的跟他 互相學習 互相合作 也是可能另外一種實力 就是人跟人 復興之間的實力 我們那個問題是要做的 那為什麼今天 的確是沒有辦法 但是你很重要 好好的 謝謝